字幕 stallion 五熊好 你们知道下礼拜是什么日子吗 是不是 母亲节是 母亲节是下礼拜 母亲节是这里拜 父 suited 母亲节是这里拜 秋天幾天 他是 他是故意 故意錯開會考會故意錯開母親節 為什麼 母親節會考不好 媽媽會很忙 他會錯開重要節日 母親也就是一個重要節日 嗯 啊父亲节 父亲节也是一个重要节日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在过父亲节 没有人在过父亲节是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就是没有住 因为他不是在假日或者是 因为通常都是妈妈比较伟大 不是啊 不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通常多数的故事 都是妈妈真的比较辛苦 多数的故事 但是 但是还是有一些是父亲 父亲做的比妈妈还要好 就是还是有 而且 不一定 只是多数啦 多数辛苦的 你们自己去私底下问一问 家里面的爸爸妈妈谁比较辛苦 这样 就是在家里面打点 有时候他可能不只要工作回家 还要侍奉公婆 还要侍奉你们 对 然后就是 有没有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什么很开心 学校会吃一包 下下下下下个礼拜要考试 包子跟粽子 对不对 你们想吃吗 想 想我来提醒他们 我来提醒他们 就包粽啊 包子加粽子 包粽 包粽 就包肉粽 就包肉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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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如果是我 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 呃 就是要考试了 然后但是呢 我会 呃 我会跟你们讲就是 就不要紧不用紧张了 你会觉得紧张的请举手 有啦 有几个会觉得紧张 嗯 老师考试考 要不要想大便怎么办 对 那大人会带你去大便 哈哈哈哈 他在那边 对 首先那个监考的老师 会带你去 好不好 他在那边 然后请你不要 让这种事情发生 可不可以 哈哈 所以我有给你们 特别强调 请你麻烦你们这两个礼拜 就是你们的饮食 呃 饮食要正常一点 呃 就正常饮食 不要特别 某些食物不该吃多 你可以吃 但是不要吃多 比如说上个礼拜五的 咸酥鸡 呵呵呵 像类似像这样的食物 你喜欢吃 我知道 吃起来很快乐 我也知道 可是呢 来路不明的东西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好 基本上甜跟咸是不能中和的 这是米花 它不会中和 好 好 就是 呃 饮食正常 生活起居正常 让自己可以在考试那当天 是可以 就是身体状况是ok的 这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请你要让自己就是 吃东西 然后吃饭睡觉什么的 让自己生活规律 就对了 规律 这两个班都规律那一 那两天就自然会正常 你的身体就会正常 身体正常 你在应付任何 以后你们面对什么 重要的考试 重要的 重要的人生的重要大事 不要 不要人生重要大事 你那边说我要上厕所 呵呵呵 我一直是很 这是一种习惯啦 你人生当中 有一些重要的时刻 会考就是你人生当中 第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时刻 这样 以后还会有重要时刻 非常的多 今天慢慢不要 在重要时刻发生的时候 你又有一些人生的重要 你又有什么 身体的什么情况 要处理 就很麻烦 呃 所以你要学会 如何去调整你的身体状况 让你可以迎接 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也比如说你的第一次的约会 或者是 呃 呃 有很多啦 有很多 你很多 你人生当中还有很多 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 会发生 千万不要在你重要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像郑尤俊刚刚讲的时候 我要去 嗯 我的意思是说 反正就是你要把自己的状态 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 在你面对 你人生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 你可以 轻松 而且又自在的去面对你 要面对的事情 然后呢 呃 放轻松很重要 但是你心里面有点紧张是正常的 心里面如果一点紧张都没有 那是件反常的事 你总是要有一点点紧张 可是呢 那一点点紧张是帮助于 帮助 有助于你把考试考得更好 但是那个如果over的话就不好 所以你要调整你的心情到一个比较 自在 但是他要有点点紧张是应该的 人没有压力是不可能会成长的 没有那个考试你就不会逼着自己念书 你未来没有想要做什么事你就不会努力 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关系 很抱歉你现在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努力 你什么都没关系 我喜欢那个女生我不敢跟她表白 那你什么都不用讲 对不对 我是跟你认真的啦 以后你们要追求的东西多的是 但是如果你想追求那一个 可是反正我追不到算了 很抱歉你人生永远都是这样 算了算了算了过一辈子 那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很无聊 好 然后还有就是读书 绝对不是唯一 他也不是因为你读书读得好 你读书读得好 不代表你就是一个高等的人 没有没有这回事 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价值 读书只是其中一项 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你到外面去你到以后 以后跟人家在一起相处 人家看中你的 不是你读书读得再厉害 绝对不是 看中你的是 你是怎么跟人家相处的 你有没有办法跟人家可以 可以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那个我前一阵子才刚看一篇文章 就是那个巴菲特 知道巴菲特是谁吗 就是对股神 美国一个很有名 就是非常有钱 非常有钱的人 非常有钱的人 那有钱人不代表他要快乐 可是他会很快乐 为什么呢 他快乐在于 不是因为他 拥有钱的多 他快乐在于 他觉得他工作是很快乐的 他很喜欢去跟人家互动 他很喜欢去关心他的员工 他很喜欢跟他的员工 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他跟他员工相处的都非常的好 所以 他的快乐 不是来自于他有多少钱 他的快乐来自于是 他有很多爱他的人 他有很多他爱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快乐 所以 一个人的价值 不是价值在 你今天考试考多高分 绝对不是 那个只不过是 你生命当中其中一块而已 请你一定要记住 我跟你们讲 你读书读的不好 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没价值 不是 一个人有没有价值 价值在 你现在要面临考试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要努力 如果你没有比平常更努力 那我觉得 你以后大概也很少 会对什么东西会努力 因为现在对你们来讲 你的本分就是念书 你的工作就是念书 你连你该做的事情 都不会好好的认真去做好 那你以后 面对你想追求的女生或男生 或者是你想做的工作 你也会放弃 我是跟你认真讲 因为那个人的 人的习性是会延续下去的 除非痛彻 什么大车大物 什么的那种东西人少啦 少啦 所以呢 不管你未来想要走 走向哪一条路 两个礼拜之后的会考 你就是要好好的准备 因为 那就是你三年以来 就是应该要好好的让自己 表现出三年来 你到底读到了 你就是认真去准备 考出来结果如何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每次的 每次的努力 努力之后 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就是接受 我很认真 我很努力 结果不好 我还是会接受 下一次 我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的 然后还有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大概天底下 那大概很难有什么事情 是做不到的 除了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以外 通常啦 很多事情都是做得到的 只不过就是 你可能没办法直接达到 你可能要转个弯 或是转好几万才达到 总是有方法 你一定要相信 只有你相信 因为你的人生才会永远觉得挂满希望这样 遇到困难 遇到痛苦 会难过 难过一下下之后 你又会再换个心情 再转化的心情 再出发这样 永远都是希望在前面等着你这样 那这样的人生过起来才会快乐 那就是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下个礼拜的会考 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下礼拜要会考 但是你要记住 会考之后的生活一切正常 上课还是一样 请你们不要要求老师要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不可以建议 不可以建议 也不可以要求 好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题目 哪一题有问题 哪一个的21 107的21 好我们请看107 好我们看107的21 21 好 107是去年的题目 非常的近 好21题 他说有一条直线蕾楼 这条直线蕾楼 他的方程式叫做Y加2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心里面要想到的时候 他是直线是这样 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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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号1号2号3号4号 请问他的直线是哪一号 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 因为他讲嘛 他说他是一条直线啊 方程式他就说他是Y加2等于0 你选择是1号的请举手 2号的请举手 3号的请举手 放下 4号的请举手 好 首先你会看到 里面只有什么 里面只有Y 对不对 刚刚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好好的在上面写上两个字 Y在看什么 Y在看什么 Y 同学你的Y轴怎么画 这样 你的Y轴这样画不是吗 对啊 所以Y在看什么 高度 请在上面写上两个字 高度 哪里你知道吗 我要叫你写在哪里你知道吗 写在Y的正上方 所以这一个 他的位置数里面只有Y 所以他只看高度 不看左右 所以他画起来图形一定是水平线 通过哪里 通过哪里 通过-2 可以稍微算一下 谁加2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Y会等于 所以他一定会通过-2这个位置 这样 不知道的你一定要画 你要搭配笔记本 有些地方你要画在笔记本上 因为你这根考验位置太小了 好 再来 这一条L这条直线呢 跟二次函数 好 他说这条直线跟二次函数有交点 所以他在研究这条直线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他跟二次函数叫做Y等于3X平方加A 然后跟他相交的两点 首先 这是一个二次函数 所以他的图形绝对不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所以他图形只有两种可能 要嘛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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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是哪一种 向上 向上 为什么是向上 从哪里来看 向上 从哪里来看 向上 从X二次方 这一个 这一个让他会产生不固定变化 对不对 因为平方 所以变化不固定 变化不固定 所以他的图形 就会出现曲线 那出现曲线 他的开口到底向上还是向下 是由这一个的前面的系数来决定 前面是正的 他就越来越陡 这样 所以他的图形是这样 可以吗 所以他不是这样 要这样的话 前面必须有个负号 他才会翻转 好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3X的二次方了 所以 所以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图形叫做Y等于X平方 那Y等于3X平方的图形 到底应该要画在里面 还是会被画在外面呢 到底是红色的还是 比较之下 比较才有所谓的高矮嘛 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你就最高也是最矮 对不对 是 没有比较我们看不出他们的差异性 有比较才有办法比较差异性 所以 白色的叫做Y等于X平方的话 那么 红色的3X平方的图形 到底应该是 是红色的呢 还是蓝色的呢 应该是红还是蓝 选择蓝色的 再请举手 好 放一下 好 谢谢你的对比 好 应该是红色的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只有一倍 这个几倍 3倍 所以它的速度更快 它是它的3倍快 所以它会很快的冲上去这样 了解意思吗 像我们班上跑步最快的是谁呢 星辰如果跟我一起赛跑的话 就会是那种什么情况呢 星辰就会是 星辰就会是红色的 然后眉心就会是哪一个呢 蓝色的 就是蓝色的 就是它已经圆眼在我的前面了 我还在后面慢慢 好 好 所以接下来你已经知道它的样子了 所以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又说它跟它 它跟它交于 它说它跟它怎样呢 相交于两点 既然相交于两点 所以你把这两个图形画在一起 就会变这样 对不对 可以吗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因为 有一些东西要稍微跟你讲一下 就是 Y等于X平方 Y等于2X平方 Y等于1X平方 这三个的图形 通通都在哪里呢 很重要喔 都是从圆点 没有偏右也没有偏左 知道它讲什么吗 或者说你也可以去想 00带进去 都会让左边右边相等 0跟0带进去 0跟0带进去 都可以让它相等 对吗 有感觉吗 这个图形 你们知道在这里 这个图形 只不过就是它的两倍 2倍 0的两倍还是0 所以它还是从0 开始往上涨 这个图形呢 2分之1 0的地方还是0 可是所有的高度通通会只剩一半 所以这个叫做2分之1X平方 这个叫原来的X平方 这个是两倍之后的 通通都是从0出发 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可以吗 先把这个图很简单的话 再笔记本上 因为你要先对它有感觉 我再来讲这个才有意思 00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们这三个通通都会通过这里 通通都会通过这里 然后最基本的是这一个 这是最基本的 叫做Y等X平方 很简单的画一下就好 感觉一下就好 叫你画的目的是 叫你画的目的是 你在画的时候 眼睛还有头脑里面要思考到 这一种东西通通通通过原点 我要你画是要你思考这个东西 还有你要画就让你有比较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你看 它就是一个3X平方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抱歉那你们画完我再讲 好好的把它画完 慢慢来 擠的话 我讲就等于白讲 你们也没学到就可惜掉 好 好 好来注意看往这里 没有 接下来注意看 这个图形我知道 这个图形画完之后 后面又多了一个A 是什么意思呢 就算出来 你看嘛这个叫做高度嘛 对不对 你算出来的所有的高度 你算出来的所有的高度 还要再加上这个高度 对不对 所以你算出来了 你算出来的 你算出来的 不管你算出什么答案 你所有算出来的答案通通还要再加 对不对 了解吗 至于加多少 老实说我不知道 所以至于加多少 这个如果是正的话 它就往上 如果这个数字是负的话 它就会往下 如果这个数字是0 它就停在那里不动 对了 换句话说 它只会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了 这一条是什么 没错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一个图形 它只会在这个上下跑而已 可以吗 所以 为什么它很重要 这一条是 这一条是L 对不对 我跟它相交了两点 然后因为 这个的图形 是由这个的图形 加了一个A 所以这个图形有了之后 它只会上下移动而已 它不会左右偏 所以对称轴 还是在Y轴这里这样 既然如此 这个坐标 这个位置 我就可以锁定了 请问一下它是多少 知道它是多少吗 这一条直线就是它嘛 那这一条已经知道是Y轴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已经确定了 这一条叫做Y加2等于0 对不对 这一条就叫做高度等于-2 可以吗 这个很重要 你没有想到这里 这一条没办法解 好 然后它就说 它跟它相交于AB2点 至于AB AB到底是这样AB 还是那样AB 不重要 可是你在写的时候 你要有感觉 你要把AB写上去的时候 你要把AB写上去的时候 到底是A要写在右边 还是要写在左边 要回去再看一下题目 它的顺序重不重要 对这一题而言不重要 因为它只是想要告诉我 它最后要问的东西 跟我这个的顺序没有 它没有要问我A点坐标 B点坐标 所以它们两个的顺序就不重要 所以我只要随便先点一下 但是你心里面要知道 你可以写AB也可以写AB 好 再来 请你把这个图画好 然后请同学上来画 还有一个图对不对 Y等于-2X平方加V 请你把这个图画出来 然后这个图要拿来跟L 又要相交于2点 对不对 所以请你们现在画这个图 这个图请你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然后它又要跟它相交于2点 然后标记出C跟D 做我刚刚做的事情 请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图可以暂时先不要画 节省时间 先画这个图 好 请两个人上来画 那个 田瑞乔 在这里画 红云袖 在这里画 来上来 就跟刚刚我的教法一样 然后但是你们要画那个 你在这边 田瑞乔在那边 上来不用看别人的 自己来 我要画它 对不对 我要画它 然后它要跟它相交于2点 对不对 刚刚我是在画它嘛 我在画它 画它画完之后呢 它要跟它相交于2点这样 CD要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因为它是跟L相交 对不对 可是L有讯息嘛 对不对 好 标上去 好 非常好 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没有标到 因为它是跟L相交嘛 那L是叫做Y加2等于0嘛 所以它高度就是-2 哪个地方要标上-2 既然那边标上-2的话 有一个地方就要插掉 你知道吗 等一下等一下 你用笔的 你知道有一个地方要插掉 不然你图形会很奇怪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同一条直线你标记两个东西 就像田瑞乔当然有好几个名字 可是 可是不是 可是它 可是在 不是插那里 就是 这一条直线到底是L还是X 这条直线是X走还是L 好 谢谢 基本上这样可以 它跟它的手法不一样 看这版本 因为你们习惯 习惯 习惯 习惯人家要画图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先有一个X轴 然后再一个Y轴 对不对 可是 可是其实 嗯 对啦 如果 如果 可是通常 诶 诶 诶 要怎么说呢 我说 李星成在九年一班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想要来找李星成 我就跟他说 李星成在九年一班 他进来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问老师就好了 我问同学就好了 可是如果 他不好意思问 他想要直接找他的话 这时候 我们才需要一件事情 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清楚 李星成呢 就在靠窗户的 靠窗户 面对黑板 应该这样 面 因为靠窗户有两边 对不对 然后你讲左右也讲不清楚 我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边叫右 对不对 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那边叫右 对不对 糟了 所以我刚刚只讲靠窗户 发现 欸不对 两边都有窗户 那讲右边也不对 右边要去看我怎么站 对不对 所以我先说一个东西 请你要先面对黑板 左边靠窗户 那一排的第二个人 那个人就叫李星成 当我希望 当我需要 有没有发现 当我需要精确的表现 某一个人 在哪个位置的时候 我才需要坐标 也就是说坐标应该是在 真正我有需要 那它才会出现 所以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你要小心啊 就是你那个坐标 它一上去之后 你那个图景有时候不好摆 有时候不好摆 所以 理论上应该是 理论上应该是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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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比较不好掌握 然后我知道它开口向下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它 我知道它是 我知道它是 这个只影响到上下而已 我知道它是开口向下 在 在这个的上面 上下跑 所以我可以确定 这一条是歪走 顺序应该是这样 我可以确定 那一条是歪走这样 啊 当然它 它从这里开始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好 anyway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箭头 它是为了刚刚X画的 呃 如果直线要画 画箭头的话 应该双头都会画 直线 如果真的要画箭头啦 我们双头都会画 好 那我们X走 会特别画箭头的意思 只不过是特别表现 往右为正这样 Y走要画箭头 是特别表现 往上为正 可是其实有时候 如果我们为了要方便表现 有时候可能 我们的坐标走会是这样 看我们的需求 方向不一定是这样 看我们想要往哪边看 好 这个先放着 接下来 然后这个都重要的 标记都出来了 对不对 接下来这里快结束了 注意看 请问一下 接下来我要标记什么 题目上有什么 有给我什么讯息 请你现在在这两个图形上 做应该做的标记 题目上面有写 我现在只不过就是把题目 告诉我的讯息 画成图而已嘛 对不对 它说它跟L交于2点于AB 它说它跟L交于2点于CD 那因为L本身就叫做Y的高度是-2 Y的高度是-2 所以我把图形画出来 就会讲这样 这样讲完之后 还有讯息要上去 那个讯息在哪里 请云秀跟瑞条上来 把该标记的标记上去 你应该标记什么知道吗 其他人自己标记 题目上面还有写东西 我还没有把题目看完 标记上去 最后一个讯息 你们两个各有一个 非常好 就这样 等一下 没错 对不起 没错 继续 继续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不会这样标记 因为 因为你那个 会考的时候 你没有彩色 对不对 而且我不接你们彩色笔 然后你这样写 会有点危险 因为你会以为这条是4 所以如果我是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这一整条是4 对不对 因为这个写一个2在那边我4很难写 对不对 那写在这边我又不喜欢 对不对 所以干脆这样做 怎么做呢 因为抛线图形它是一个对称图形 所以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4变成什么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好 那它也有告诉我AB 对不对 AB等于2 那AB等于2的话 2的话 我写到中间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干脆它因为图形是对称的 所以我各写上1 那可以吗 好 接下来就快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题目已经看完了 到这样才叫做题目看完 到目前为止 现在请你从头到尾想到这里 看着题目 看着题目 从头到尾想到这里 我不建议你2个图形画在一起 这一题啊 像我的话 我就会喜欢分开画 我不建议你画在一起 因为画在一起 画在一起 老实说 因为我不大清楚该怎么画 如果画在一起的话 我等一下再画在一起给你们看 到底我会遇到什么困难这样 30秒想一遍 很重要 从头到尾 这题很难 困难它已经二次函数了 而且又要搭配到 那个 那个 直线方程式 但是表面上很难的 很难的东西其实也很简单 好 接下来看那版 接下来就简单 不是简单了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注意看呢 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是 诶 诶 诶 那个什么 哦 它要的是这个A 跟这个B 对不对 所以它要的是那个A的话 它到底加多少 它到底加多少 诶 负二在这里 加多少 诶 它到底加多少 它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的 关键在哪里呢 我要怎么确定 我要怎么确定它到底是 我要怎么确定 3X平方 3X平方是大概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要确定这个的数值 我要确定这个的数值的关键 要研究哪里 我要确定这个的数值在哪里 我的 我的关键在 这个图形到底 透过它之后 就会上升或下降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我要观察它 我要观察它 最容易的观察地方 是在哪里 我要看哪个地方 最容易观察 它 影响图形的样子 我观察哪里 最容易 最容易看出 这个图形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加了一个A之后 如果A是正的 它就会往上 加了一个负的 它就会往下 对不对 求一下我观察哪一个位置 最容易让我看到 A的数字有多大 这个图形有这么多 对不对 请问我要观察哪里 最容易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在哪里 要观察哪里 所以我会观察这里 所以如果我能够掌握这个点 我就可以掌握了嘛 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5的位置 等一下 这里是-2嘛 这里是-2 然后它又要交于两点 所以它一定会在-2再往下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确定一件事情了 请问我确定什么事情 A怎样 A比-2还要小 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所以A是一个负数 请问一下 如果这里是-5 如果这里是-5 代表A的答案是多少 每一个人都写 不要回答我 我给你们5秒钟响 你知道这边是-2嘛 如果我可以算得出来 如果我知道了 如果知道这个位置是-5 请问一下A的答案是多少 想好了吗 5 好 答案是多少 5 A的答案不是5 修正一下刚刚它的答案 5 A的答案是 因为它很显然是本来在这里 对不对 它降下来 没错 它降5格 没错 它是降5格 它要能够降5格 代表它不是加上去 那也是加5 抱歉 它不是加上去 它是加了一个负数让它往下 对不对 所以代表A的位置是负 换句话说 只要我能够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一条 这个 算出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我要算B 也是掌握这个点 掌握它 我就掌握所有 对不对 那我怎么掌握它呢 我怎么掌握它呢 我现在知道的是它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其实想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Y等X平方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也是1嘛 对不对 这也是2嘛 对不对 这也是3嘛 3上去画不到 画这里好了 这里是2对不对 这里就是-2对不对 那就代表什么呢 这里是2 这里是2代表这边也会是2 是2对不对 那你能够告诉我 这一条有多高吗 就是这一条的高度对不对 对了 所以如果我知道 如果知道这里是2 这里是2 那就代表这个对下来 这个地方是用2对不对 X是2的时候它有多高呢 X是2的时候它有多高呢 再看这个点 对不对 X是2的时候 Y有多高呢 X是2的时候 Y有多高呢 X是2的时候 22的-2也一样 所以它会对称 理解吗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如果我知道这里有多宽 那你就等于再告诉我 这里的X的值是多大 对了它相对的嘛 理解我在讲什么 所以再来 这个要先懂 所以我考你们一下 如果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这里是3 请你告诉我这一条的高度 我的函数叫做Y等于X的平方 5秒钟想一下 这个当然是Y轴 这个我也确定一定是一个是轴 这个是圆点 它是左右对称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你是3 那你能不能算出这个的高度 高度是多少 9怎么算 这里是3 就代表从0过来 这边是3 对不对 代表这个X的坐标是3 对不对 X的坐标是3 我就可以带进去 来算它的高度 那懂吗 一样的道理 这里也一样 对不对 你也知道它图形的变化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图形的变化就是3X平方 所以我的图就变成是 我的图就变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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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掌握的是 它的 它的 这里要 这里要 它这里要1 1 然后只是不过这个变成 Y等于3X平方而已 然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一条有多高 现在每个人都要算 不用图不用画 用算的 这个是3X平方 然后这里是1 这里也是1 对称嘛 请你算出这一条的高度 你已经先算上好了 就是什么 放下 其他人想一下 我画的图就跟刚刚再窄一点 因为它的变化 是3倍大 画的还不够窄 它应该要更 速度更快才对 我要能够算 我一定要能够知道 这个数字是多少 我才能够算它的高度 好 这个是1对不对 所以下来也多少 一定嘛 对不对 这里是0嘛 0过来再1 所以代表这个多少 既然这里是1 我就有X了 关键在这里 我要有X 可以让我带进去算 这样 可以吗 所以我带进去算 算出来得到多少 所以这一条的长度 就等于多少 知道在讲什么 那这一个东西 只不过就是被搬到哪里去而已 被搬到这里来 怎么叫做搬到这里来 它把它 因为这个是3X平方 这一个也是3X平方 它只不过就被往下拉而已 对不对 往下拉嘛 所以在这里的长相 跟在这里的长相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个很重要 你不管画在哪里 因为你只不过就是把那个3X平方的图 往上扳 或往下扳 你只是它那个 上下扳而已 所以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的变化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用这里来算它 换句话说我算出什么 请问一下我算出什么呢 在这里是1的时候 在我的图形 对我的图形而言 对我的图形而言 在这里的宽度有这么宽的时候 对不对 有这么宽的时候 它的高度一定就会有多么高 就跟它一样高 因为这个图形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有懂的举手 好放下 先下课休息 插掉 插掉 谢谢